嗨,小朋友们,大家早上好,我是曹老师,那曹老师说,小朋友们,你还记得今天是星期三了,今天曹老师会分享一本《狼婆七只小羊》的故事,那现在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。 从前,森林附近住着一只羊和他的七个孩子,他非常爱他的孩子。 一天,这只羊要去给他的孩子找食物了,羊对孩子们说,孩子们,我要去森林里给你们找东西吃了,不要吵架哦。 还有,除了我以外,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 狼都在盯着你们。 他亲了亲孩子们,告别了。 狼早已在门外等着羊妈妈出去,他很想吃小羊新鲜的肉。 他去了羊妈妈的小屋,敲了敲门。 孩子们,妈妈回来了,开开门啊,我给你们带来了好吃的。 孩子们很聪明,认出了是狼的声音,说道, 哦,邪恶的狼,不要骗我们了,快走开。 然后,狼又练习了羊妈妈说话的方式,又来了。 这次声音比上次大,孩子们,开开门,妈妈回来了,快点儿。 孩子们很聪明,他们小心翼翼地从门缝看出去。 看见了狼的脚,孩子们说,不,我们不开门,我们认出你了。 你的脚和妈妈的脚不一样,妈妈的脚是白色的。 听了孩子们的话,狼决定去商店,把脚涂成白色。 店主听了狼的要求,感觉很吃惊。 但是因为害怕,还是把狼的脚涂成了白色。 这次,狼的脚就变成了白色。 狼再次回到羊妈妈的小屋,敲了敲门。 亲爱的孩子们,我回来了,快点开开门啊。 孩子们从门缝里看出去,看见脚是白色的。 他们打开了门,但是看见了狼,为了不丢掉性命,他们跑来跑去。 一些躲在床下,一些躲在窗帘后面。 狡猾的狼把他们都吃了。 除了一只藏在棕里的小羊。 狼猜不出来这只小羊在哪里。 过了一段时间,羊妈妈回来了。 看见门开着,她很惊讶。 她想着孩子们看到新鲜的食物,肯定很高兴。 但是,羊妈妈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 她发现房子乱糟糟的,孩子们都不见了。 她痛哭流涕说道, 孩子们,你们怎么了? 为什么给陌生人开门,狼赢了这场战斗,我输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藏在棕里的小羊叫道, 妈妈妈妈妈,听见我说话了吗? 我是最小的小羊啊,快把我从棕里拉出来。 羊妈妈立刻把小羊从棕里拉出来。 轻了又轻,小羊描述了整个事件, 然后,他们听见了狼叫。 羊妈妈说, 狼还在附近,把长剪刀拿过来。 小羊拿来了剪刀, 他俩藏到了花园, 发现狼在睡觉。 山羊慢慢向狼走过去, 剪开他的肚子。 发现小羊们还活着, 把他们从狼肚子里一个一个拉了出来。 羊妈妈热情地拥抱孩子们, 然后,他让孩子们在狼的肚子里填石头。 孩子们挑了大石头填进狼肚子。 之后,羊妈妈缝了狼肚子。 他和孩子们回了屋子。 不久,狼醒来感觉口渴。 狼起来去井里喝水。 因为他肚子里有石头, 所以保持不了平衡。 噗通一声, 掉进了井里。 狼掉在深水里, 淹死了。 羊妈妈和孩子们从窗户观察着一切。 现在他们从屋子里出来了, 跳起了舞。 他们不用再害怕狼了。 好了,小朋友们, 现在我们的故事看完了。 故事里面的大灰狼是不是很狡猾呢?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来骗小羊们把门打开。 最后, 他把小羊全都一口一口, 吞到了肚子里面, 只有一只小羊躲在了石头后面, 没有被大灰狼吃掉, 对不对? 在妈妈回来的时候, 最小的那只小羊和妈妈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 那曹老师说, 之前我们就有学过安全教育, 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, 你可以给陌生人开门吗? 不可以, 对不对? 那今天我们的故事看完了, 小朋友们, 我们下午再见, 再见!